我们明年的基本工资 我们会调整到月薪的部分是两万两千 经过长达七小时的马拉松式讨论 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18号下午做出结论 从2018年1月1号开始 基本工资从原本的两万一千零九元 调涨至两万两千元 涨幅百分之4.72 基本时薪也从133元调涨至140元 虽然这跟劳方期望的27K有不小差距 但劳方代表认为 虽不满意但仍可接受 然后方向我们调到202K 这是我们一直从27711一直降低到202K 这也是我们最低 虽然不是我们的理想目标 但是我想我们不能够同意 但是勉强可以接受 相对的资方代表者表示 这不是共识无法接受 我们对这个基本工资的调整 资方反对到底很不满意 最后是部长自己政治性财解 我们不接受这种政治性财解 是由第三方的委员去讨论决定的金额 不是劳资双方共事的金额 对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的决议 劳动部长林美珠也做出说明 这个不是我直接采述 是因为我们委员经过大家讨论之后 那么有委员提出来 有委员提出来 然后我征询了大家委员的意见 这个部分终归会增加资方的一些负担 所以资方在最后的时候 的确他们有表达说 这样资方他们觉得 他们需要付出的成本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他们在会议上也表示 他们不能接受了 最后呢因为我们没有用表决 但是呢是多数大多数的委员 都同意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劳动部将把基本工资调整案 禁述送交行政院核定 预计明年正式实施 预估将要超过205万劳工 因此受惠 经济日报正经报李嘉宏台北报道